大家好 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 我是林肖然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三 一起来关注两条焦点新闻 公民身份难入调查问卷 川普发推称没有放弃 触动政治正确审经 耐克取消独立日新品发布 美国2020人口普查中是否会添加公民身份这一问题持续发酵 虽然最高法院暂缓了这一决策 但总统川普今天再度表示将会寻求延迟人口普查的可能性 并指出主流媒体报道说他要放弃这项提案的说法是假的 川普在推文中说 关于商务部放弃将公民身份问题 纳入人口普查的新闻报道是不正确的 或者以不同的方式来说 假新闻 由于这个问题答案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也绝对正在向前迈进 去年3月美国商务部决定在2020人口普查中将美国公民身份问题囊括其中 并认为此举有助于司法部更好的执行1965年投票全法 而反对这一举措的民主党人则认为 公民问题是为了找出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 导致这些人不敢参加人口普查 事实真的如此吗 为何民主党强烈的反对这一举措 真的是为了保护非法移民 还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让我来和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 公民和非法移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提问是否为美国公民只有yes和no两种回答 即使是非法移民 回答说no也不会暴露自己的非法移民的身份 第二 人口统计是一个有关国家政治 经济 社会问题的基础数据 关系着对政治选区规划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足以分布等等的全面了解 第三 人口普查决定着投票数量的公正性 拿加州来举例 近几年接连爆出选民数量高于公民数量的问题 保守派一直在质疑民主党在利用非法移民投票参与选举 众所周知 在美国只有公民才有投票权 试问如果公民身份不明确 怎样才能保障宪法所赋予的投票权呢 川普在此前的推文中说 你能相信吗 激进的左派民主党想要让我们重要的人口普查报告 不问至关重要的公民问题 报告会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劳民伤财 随着人口普查的临近 马上就要进入到印刷调查问卷的步骤 川普能否成功加入公民身份问题 让我们拭目以待 明天就是独立日了 川普政府计划举行规模空前的国庆庆典 并首次在国家广场进行阅兵 届时军队会走过宪法大道 还有海军的蓝天使飞行队进行空中表演 这种规模即使对美国人来说都算是件新鲜事 不过围绕着独立日庆祝 今天另一条消息占据了媒体报道的头条 昨天运动服饰品牌制造商耐克宣布 取消在独立日当天 发布一款已有美国国旗的运动鞋的计划 上面的国旗标志是美国1776年独立战争爆发后不久所设计的 耐克在声明中说 公司选择不发布这款7月4日突击款 Air Max One 因为它印有旧版国旗 耐克为何突然取消了这次的突击发售 原因是遭到了其原品牌代言人 前国家美式橄榄球联盟球星科林·卡佩尼克的投诉 卡佩尼克说 贝特希罗斯版国旗 冒犯性地象征着与它有关的美国奴隶史 这款旧版国旗与现在使用的国旗在星星图案的数量和摆放上有所不同 是13颗白色星星组成的一个圆环 据说 这面旗帜是乔治华盛顿亲自授权 由一个叫贝特希罗斯的妇人缝制的 当时的星星图案是六角的 贝特希做了改动 变成了五颗角的星星 因此被命名为贝特希罗斯版国旗 这也是公认的美国历史上第一面真正意义上的国旗 曾在1777至1795年间的独立战争时期使用过 卡佩尼克为什么认为这面旗帜是在冒犯自己 其实在前面的节目中我提到过 美国现在正在上演文化大革命 左派民权团体重提几百年前黑人和土著印第安人被奴隶的历史 可以说这股风潮正在美国兰州持续发酵 就在昨天这股文革风的起源地 维吉尼亚州夏洛蒂维尔市宣布将取消 每年庆祝国父杰弗逊生日的活动 理由是他曾经虚养过奴隶 而球星卡佩尼克从2016年起开始引领 比赛开场前奏响国歌时的单期跪地潮 据说他的目的是为了抗议种族歧视 和黑人被警察射杀的社会现象 卡佩尼克的特殊举动被保守派人士认为是对美国国旗的极大侮辱 耐克或许是担心遭到文革小将的抵制 乖乖地取消了新品发布 不过这一举动却引发更大的抗议 有网友就指出 这面旗帜在奥巴马就任第二任总统典礼上出现过 为何当时没有人抵制呢 川普总统的大儿子小川普 更把耐克的标志变成了共产党的镰刀斧头 他说或许这看上去更符合 耐克的价值观 据说这款独立日版运动鞋预计发售1776双 1776年正好是美国独立日爆发的时间 虽然已经禁卖 但仍能在网上买到 原本售价140美元 现在已经炒到了2500美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旧金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旧金山焦点栏目下留言 与我互动 我是林萧然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